本月三号,泰国文化部部长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宣布将在曼谷市中心面积最大的隆匹尼公园为万佛日相关活动做准备。 7号,泰国文化部部长顾问在巴吞旺区隆匹尼公园主持本年度万佛节弘扬佛教周活动的开幕式。 可以看到活动的第一天,就有大批的小学生以及大学生先来参加,一起去看报道。 本年度万佛节弘扬佛教周活动,公园周围军设有前六十王的圣像。 当地时间下午两点,泰国文化部部长顾问庞氏为此活动剪彩。 据本台记者报道,开幕式上有官员、教士、学生来参加一系列的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参加的同学们在开幕式上都进行了三规典礼, 这是一项民众成为佛教徒的重要仪式。 泰国文化部部长顾问庞氏表示此次活动包括传统摘僧典礼, 讲经式法论坛,邀请佛教善信每日参与诵经, 聆听高僧世道说法,参与禅定修行讲座,并设有纪念邮票服务区。 据悉,本次活动的时间定于7月11号, 想更深入地了解泰国佛教节以及佛教传统习俗的朋友可以前往参加。 东盟卫视MGTV里莉莉,伊萨拉,泰国曼谷报道。